非常欢迎巴什尔总统先生来华出席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预祝叙利亚运动建议在本届亚运会取得优异的成绩 叙利亚是最早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之一 也是当年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国之一 建交67年来呢 中续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的考验 两国的友谊历久弥新 今天我们将共同宣布建立中续战略伙伴关系 这将成为两国关系史上既往开来的重要里程碑 面对充满不稳定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 中方愿继续从叙利亚一道努力 坚定相互支持 推进友好合作 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